你想要改变却不知道从何做起吗? 设定的目标和执行计划却没有完成 那就让我们一起练习用原子习惯的思维模式 和子弹笔记的工具去完成我们设定的目标吧! 嗨,大家好,我是艾笔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 我如何用四个步骤打造执行计划完成我的目标 那在这四个步骤里面 我会分享自己的一些思考方式跟我如何运用 那废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吧! 不论你是想要设定短程目标还是长远的理念 都需要先花一点时间去观察自己 思考一下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是想要改变过去的坏习惯吗? 还是想要尝试新的东西? 当你愿意花时间了解自己 你才能更针对自己的需求去设定相对应的目标 就像是学英文好了 你不能只是想着我想要学好英文 而是针对这件事情去设定更细节的目标 我想要练习口说 我想要学好文法 我想要学单子 诸如此类的 所以在改变之前 先多花一点时间去观察自己 然后才去设定目标 当你有了目标之后 就要开始设定执行计划 或是我会强调要去设计一个执行的系统 有系统性的去建立这个计划模式 我最近读了一本书 它叫做《原子习惯》 它里面有一个蛮大的重点 它在强调 目标是有助于你确立方向 但是系统才会决定你是否进步 所以当你花时间去思考完目标 你也要花相对的时间去设计系统 而这个系统是要很确切的说 你要在何时何地去做出这个计划 在这个书里面有提到一个蛮有趣的实验 在2001年时 英国的研究人员去做了一个实验 他们想要让200多个人去打造更好的运动习惯 所以他们将受试组分成三组 第一组他们只需要追踪自己的运动频率 而第二组除了追踪自己的运动频率之外 他们会被要求看一些资料 比如说运动如何有助于健康或是心脏等等 那第三组除了跟第二组之外 他们还需要做出一个确切计划 他们必须完成以下这个句子 在下个礼拜我要在哪一个时间哪一个地点 进行至少20分钟的运动训练 两个礼拜结束后测试报告结果出来了 第一组和第二组有35%到38的人 维持了至少运动一次的习惯 你可以发现很有趣就是 阅读资料好像对整件事情没有太大的影响 我就想说就像是 就像是我爸一直抽烟跟他说肺会怎么样怎么样 好像对他借烟也没什么太大的帮助 那第三组你们知道有多少比例完成了吗 不是double而已哦 是91%的人都完成了一周至少运动一次 所以研究人员就发现 当你真的先说出 何时何地预先的执行计划时 你才更有可能的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当你有了目标 当你有了目标之后 用原子习惯的思维模式 去设定每一步的执行计划 那讲了这么多我自己是怎么做的呢 在工作之后我开始练习去思考比较长远的理念 就是我的人生到底要追求什么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一样 就是大学的时候我只会觉得 哦我以后的人生就是工作 我会变一个工作女强人等等 但是工作之后我才发现 我的未来怎么可能只充斥着工作呢 所以我在工作和生活之中 去设定了我想要完成的目标 我分成三个 在工作我会根据我想要的职业发展 去设定相关的技能学习 在生活我希望我可以学会 怎么过生活这件事 不是下班回来之后就放空耍费 等待下一个下班日 而是真的认真去思考我自己 要如何更有效的掌握 生活的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那在生活中我又延伸了第三个目标 就是关于创作 不论是写文章或是拍影片 我开始想要练习怎么样去记录自己的人生 当有了目标之后 我开始使用子弹笔记 去设定我的执行系统 有效的去追踪并随时调整它 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看过 我的十月的子弹笔记 我可能会放在这里 在十月的目标里面 我设定了两大项目 是关于创作拍摄影片 和线上的英文课 但是我在十月底结束之后 我反射一下 我就发现 我在创作这部分 我确实有设定 我什么时候要剪片 什么时候要拍片 但是在英文课 我只有想说 我这个月要完成十五堂课 但你们可以看到这个总结 就会知道 我的创作达成率可能有80到90% 但我的英文可能甚至连10%都不到 所以在十一月份的时候 我就开始重新的调整 那就来分享我的十一月子弹笔记 在十一月的项目里面 我分成创作工作和生活 然后有各自的目标和执行计划 那我调整了 我不是只是喊说 我这个月要上完几堂英文课 而是很确切的设定 我一个礼拜要上四到五堂英文课 分别是哪几天哪几个时段 所以在这个十一月目前第一个礼拜的表现来说 是有执行到的 那我的子弹笔记是来追踪我的年计划 月计划和周计划 那关于日计划 我会习惯在手机的形式里面去改 因为我觉得很常有的时候 会突然有一些变动需要调整 那你就可以用形式里面直接去做修改 我觉得很方便 所以当你有了目标有了执行计划 千万不要忘了用工具去追踪你这些计划 有没有确实的达成 如果没有你就要赶快随时调整 补足你的进度 那最后我觉得信念很重要 因为从执行计划到完成目标的过程中 一定会有一些挫败 像是我可能有一些拖延症 就会觉得 我设定的计划怎么会没有达成 这样就等于我完成不了这个目标吗 千万不要这样想也不要庆 当你遇到你设定的计划没有达成是 不要想着它等于没有办法成功 而是要想着你是不是还不够了解自己 那你就要多花一点时间去观察自己 比如说当整理房间对我来说好困难 每一天都要维持得很干净很困难的时候 我可能要调整 我先设定每个礼拜 收一次房间就好 把执行计划变得更简单一点 然后我就更愿意去执行 我觉得这是一种方式 或是说你去观察自己 你发现自己好像是早上比较有创作灵感 那你就安排自己早上的时候 再去写这些脚本啊或是想影片 或是你觉得自己下班回来 就是需要一些放空的时间 才能去做认真的事情 那你就应该要给自己放空的时间 所以我觉得信念是很重要的 当你遇到很挫折的时候 不要去气馁 而是要更深层的去了解自己 去研究什么样的计划才是更适合你的 那以上就是我的分享啦 今天想要录这支影片就是因为 近期我就是练习用这四个步骤 去慢慢的执行计划 算是一种练习笔记吧 让自己变得更好的练习笔记 所以就想说那也分享给大家 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完成的目标 或是习惯设定计划的方式 那大家都要找出最适合自己的 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喜欢这样的内容 可以按个like或是留言让我知道 希望大家都可以朝着喜欢的自己 慢慢努力然后成绩 就这样啦 拜拜 我很喜欢今天的口红 就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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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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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这个 这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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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这个 这个 是 这个 这个 是 这个 这个